今天凌晨 臺北市的士林區 延平北屋上面 發生了一起火警 造成八人受困在公寓裡面 而且有六個人送醫急救 有醫院是不治身亡 根據我們瞭解 這個起火點位在二樓的七十歲 黃姓男子的住處 由於說這邊的二樓跟三樓 都是分租雅房 導致火勢蔓延的速度很快 而且起火點就在逃生出口附近 造成當時火勢蔓延開來時 逃生非常困難 凌晨警鈴聲響起 多臺消防車與救護車 抵達現場展開奏元行動 因為這裡發生一起死亡火災 住家內一片火紅窗戶欄杆 全都燒得焦黑 可見火勢相當嚴重 根據了解其火點位在於二樓 救護人員抵達後 火勢已經向上蔓延 導致二三樓全都遭到注容侵襲 事情發生在七號凌晨 一點五十分許臺北市市林區 延平北陸八段的公寓 可以看見消防人員逐一將患者救出火場 並實施初步的急救 根據老闆公寓的二三樓為分租亞房 其中出租給九名住客 其中起火點位在於二樓七十歲的黃姓男子住宿 而這起火災造成八人受困 座出後六人送醫 其中一名曾姓男子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送醫後仍懸高不治 而黃姓男子則是吸入太多濃煙 嗆傷目前插管治療沒有大礙 附近居民一口咬定是黃姓男子自行縱火 不過詳細情形還有帶火雕科調查 釐清 記者綜合報導